第一次開始 《寶妖和尚》 中文字幕 詞・編曲 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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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寶妖和尚》 又哆妖和尚呢哆妖啊 哆妖和尚啊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地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再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有人杀人 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啊 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 我的房子呀 我的房子呀 这是你的呀 想买做梦去吧 但是你又睡不着了 大夫我有选择困难症 大夫说没事可以治 你是自费啊还是走医保 我走医保 大夫说你看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呢 等空姐到我旁边 开始给过到另一侧的人发餐的时候 那种激动的心情怎么形容呢 你们给两条狗喂过食吗 你们大凡给两条狗喂过食都知道 当你喂其中一条的时候 另一条在旁边 快了快了到我了 闹了下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奶茶里能放那么多东西 前几天我买了一杯奶茶 里面有糯米 燕麦 豆沙 芋泥 还有一整个的咸蛋黄 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大哥是怎么混进来的 我感觉我喝的时候我喝的都不是奶茶 这就是一个对了水的粽子 我喝的一半 噎的实在不行了 我开了一瓶八宝粥往下顺了顺 你们能想象灭霸是色弱吗 就永远分不清那些宝石 就互联都不用战斗 就在那等灭霸崩溃就可以了 就灭霸在那 毁灭呀 钢铁牙在边上抽着烟 怎么了 唱歌进不去伴奏 要不咱们简单点 咱们也别打了好不好 你就从我们这群人里挑出来谁是绿巨人 就算你赢好不好 咱们就是会时不时做一些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不然你也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男的走在路上 会突然间莫名其妙就要投一个篮 还会有人什么胯下运球 什么背后转身 然后什么转身上来 反正完整一整套 他手里有真的篮球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我觉得我的婚姻能维持在一个很不错的状态 除了同行的衬托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太太 在于我老婆 她是一个看问题比我清楚很多的人 我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 她就跟我非常郑重其事地说 说彭博你在外面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些诱惑 但是你不要心存幻想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只会有一个女人是永远爱你 就是你妈 我有一个朋友 但是很多年长 然后我最近发现 她就会加很多女生的微信 然后几乎每个女生的朋友下面 都会有她的点赞跟评论 当然你们也不要问我是怎么发现的 然后有人就问我 说广志呀 我这种行为算不算是海王呀 我说海王 她是那种长得帅的 到处撩人才叫海王 你这种到处舔人的呀 她只能叫海狗 我也是特别渴望外情的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 可以抵御生活中所有的苦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在比赛期间 去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打算在情场跟赛场之间 做一个风险对冲 那我就觉得 现在女性的平均颜值 比男性要高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我为定的责任 但是看到徐志诚之后 我觉得他的责任更大 长得越差 责任越大 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 先对视十秒 建立一下感情 说是找一种 坠入爱河的感觉 就五分钟过去了 他还没有入戏 我当时心里就想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 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 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但我就认为啊 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 只是长得不同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 指指点点 经常我就认为啊 谁也没资格评价 别人的长相 因为这个世界上 就不存在绝对的美 也不存在绝对的丑 但上次说到这里 一个朋友打断我说 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 结果圈成色盲中 我的同学就直接 以我为中心 把我围成了一个圈 我当时站在圈中间 看着大家那种 期待的眼神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 色盲表演艺术家 而且这个时候 还有同学出来说 指上来 你看那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那种感觉就是 哦 你是色盲呀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这个小领导真的是很生气 他出去之后 开始给我传递一些 特别错误的价值观 我说说 只剩啊 只剩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先当狗 再当人啊 真的 这一句话 就整个的颠覆了 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 对我的重启太大了 我紧接着问了领导 我说领导 那你现在是人是狗 我在线下的时候 很多演员介绍我的时候 会说我是脱口秀陆寒 这个就是开玩笑 这个就是开玩笑 为了喜剧效果 但是有很多观众 他就当真了 就会有很多误会 有一次我在这个湖南 湖南那个卫斯大楼 我在那个湖南卫斯大楼 一个观众就认出我了 他就在那里喊 说 陆寒 陆寒 当时所有人都在那里 开始找陆寒 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我说这可千万 喊的别是我呀 结果就是我 他过来说 说陆寒 你给我签个名吧 你给我拍个照 真的 你再看旁边人 看我的表情都懵了 说这不会就是 陆寒素颜的样子吧 我女朋友还担心 说志胜啊 咱俩现在谈恋爱 会不会影响你的粉丝呀 我说你认为我的粉丝 喜欢我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她们是整个娱乐圈 最纯粹的粉丝 她们和你一样 也只是喜欢快乐罢了 我在我家楼下 看见两个阿姨在遛狗 一个阿姨对狗说 坐 那狗咔坐下来了 另一个阿姨对她狗说 sit 那狗咔也坐下来了 我看着第一只 要回家学英语的狗 我一次就理解了 什么是内卷 就第一只眼神 那个狗的眼神都不是哀怨 是不挤 大家都是狗 你这是干啥呢 做老板就少说话 我干活你给钱 我加班你给加班费 就这么简单 我加班到半夜 你说这是福报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你要这么说我就来劲了 那我也不干活 月底就拿钱 你也别说我上班消购饭 我这叫职场化缘 化缘 化缘讲究的是一个缘 你老板遇到我 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的结 钻石 钻石为什么那么贵 它是爱情 钻石象征爱情 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不提品牌名字 现在有的品牌 打的广告是一生只能买一次 买这个钻石 需要登记身份证 我开始不知道 我说登记身份证 这是怕我沉迷吗 不管怎么说 消费主义 你该买还得买 这个对男生说 你该买还得买 你不能跟女朋友说 哎呀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煤 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一博 还都是人呢 你们看学霸 还有什么行为 考试开始十分钟 她开始就 老师第十题 好像少了个条件 老师赶紧看 第十题果然少了个条件 就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第十题少了个条件 剩下全班同学 都发出啊的这个声音 一部分同学 啊怎么做得这么快啊 甚至少了个条件 我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本来自己演的 觉得自己演的好 还在那美呢 就以为自己演的是 致命女人 没想到我演的就是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经纪人现在 常常提醒我说 最近出去 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要记住 你的世界里 没有小鲜肉 只有安家和 你知道什么才难吗 恋爱 恋爱可太难了 恋爱之难难于上节目 我甚至为了谈恋爱 还去录了一个节目 叫锦衣日可恋 你们看了吗 千万不要看 那个节目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我每天都要出去 认识一个新的男人 我奉劝大家一句话 朋友们 千万不要把爱好当工作 我跟我弟可以说是 相依为命 我俩的关系 我说一个细节 你们就懂了 就是小的时候 每一次走夜路的时候 我都会背着他 你知道吧 每一次 因为我小的时候觉得 鬼都是从后边来的 我再这样下去 我就会变成那种 凡事都讲究面子 讲究排场的人 直到有一天 严重起来 我连被绑架了 第一反正都不是逃走 而是问他说 你就给我准备 一辆面包车吗 然后再指着旁边的杨闷 说我的咖位 他凭什么和我一起 被绑架 他说 少废话 庞博你杨闷 都在我手上 我说庞博的名字 为什么在我前面 他说你们都给我跪下 我说那我可要跪在最中间 他说我受不了你了 你信不信 我要撕票 我说撕票 那法医是不是要来拍 你等一下啊 你拍吧 在这张遗照上 我要厌压所有人质 因为我这一季本来 就想随便比比 我也不想拿大王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网上一个评论 说说听说谁拿了大王 就要和丽姐炒CP 他说好希望徐志胜 拿大王 我当时不夸张地说 一身冷汗 我这样那些做梦 我都经常惊醒 说不行 我要拿大王 那你这还有什么 其他推荐吗 我们还有佛跳墙 可以来一个 现在要哪款呢 我们有如来佛跳墙 和弥勒佛跳墙 太详细了吧 现在如果不喜欢呢 我们还有仿佛跳墙 仿佛跳墙 就他仿佛要跳 又仿佛不跳的样子 前女友把他的 新婚和礼扔向了舞台 这是什么呀 标枪 他是要干嘛呀 扎 那接下来 我们应该解决火的问题了 正好刚才捡了盒火柴 但是被雨淋湿了吧 对哦 这时候如果有火鸡 把火柴烤干就好了呀 有火鸡没必要要火柴了呀 我们试一下吧 有火鸡还要火柴干嘛 果然是火鸡更有用吧 对吧 最后一根了 我的生日月望 就是希望有一个火鸡 我的生日月望 这边要什么颜色呢 你这都有什么颜色 您说话你的职业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组配色 还有这样的服务是吧 我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那我为你推荐 一球二白 起早贪黑 还有面容死灰 公主啊 快醒醒吧 快快快快 你的假牙 我吐的是苹果呀 苹果吗 王子 是你救了我 是你救了我吗 对啊 那我要嫁给你 我草率了 可以再给我 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 你要娶我 在那个遥远的下午 王子娶了公主之后 死了 怎么就死了呀 的心都有 我女朋友出门以后 她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只看导航 她只看导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一个女生看导航 我女朋友点开那个手机软件的时候 那个导航软件的时候 她会先跟着那个光标 转上那么一圈 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她要去个什么地方 她说她来导航 我就跟她来导航走 到了一堵墙的面前 她停了下来 是那种很淡定的停下来 没有很慌张 没有啊 这是哪里 没有很淡定 感觉她在等这堵墙 感觉她在和这堵墙排队 我在边上我很着急 我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这是一堵墙哎 我知道 但是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哦不是 你知不知道墙是什么意思 墙的意思 就是拒绝的意思 refuse 秦始皇当年为什么要造长城 为的就是让那帮敌军 来到这堵长城下的时候 走吧 长城 这怎么的 观众是我女朋友 他可能会改写历史 对吧 我看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 商圈一层的十元快捡 十元速捡 十块钱快速给你捡一个头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 那一次就够了 说实话 十元快捡 真的太快了 效率也太高了 你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呢 我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呀 朋友们我上次用 跟别人打招呼 还在高中的时候 让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 我就坐下来 一般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 对吧 给我来个墨西干 但是在这种十元快捡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老板告诉你 你能捡什么样的发型 因为他只会两种 光头和寸头 不然为什么快呢 一个男生突然要捡光头和寸头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我还在那考虑这件事情 老板的推刀 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 我说老板你稍微懂一会儿 我还没有想好 它没有关系 无论你选哪一种 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 我说那你上面 好歹给我留一点 他说行 寸头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寸头 这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 拿推刀直接上 我感觉自己就错过了一通 震动的微接来电 他就剪完了 非常的快 非常的迅速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 我发现 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 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 它连喷壶都没有 这家店没有一滴水 我在想 他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发 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 拽了根管子下来 再把开关打开 那是个吸尘器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 掉一个吸尘器 你们有被用吸尘器 吸过自己的头吗 你们知道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我脏了 是吧 我就发现帅 和挺帅的 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他们那种帅 真的帅 你知道吗 打在你脸上那种帅 吸引人目光那种帅 就是我就是那种帅 作为一个同性 你看了之后完全不会嫉妒 你只会觉得 OK 大家在嫔妃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 自己喜欢做的事 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 发语言了 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 我给空姐叫过来了 我说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她可以上吗 空姐也很礼貌 很小声地告诉我 先生 其实你也可以上吗 那我要怎么上来 空姐说 先生你扫前面 靠背上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空姐说 对先生 所以你是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恭喜小北获得 2021年度特务秀排行榜 第九名 大家看得出来啊 现在我这个人啊 不仅没完话 哎 我还没礼貌 前两天我朋友问我 他说小北 你们那个公司 那个CP是真的假的 我说关你啥事啊 他说小北你说话 怎么这么冲啊 我说那咋了 当时我问他俩的时候 他俩就这么跟我说的 我刚把身份证给那个贵员 那贵员跟我说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个飞机满仓了 我说满仓是什么意思 他说满仓意思就是这个飞机坐满了 我说啥 我已经上去了吗 他说那倒没有 但你现在已经上不去了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说那怎么办啊 我晚上还有演出呢 还有三百多人等着笑呢 我不去他们笑谁啊 啊 给我气的 我说他们几个能行吗 国言看了眼说 确实不行 我们马上给你解决 然后我说你赶紧给我解决 我当时特别生气 他说先生 我们有条方案啊 就是半个小时之后呢 还有一个航班飞过去 同时我们会将你这个经济舱 生成为头等舱 我说刚才说话声音 是不是有点大了 那天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那天我刚坐这旁边 过来一个大哥 你知道吗 他刚坐这脸就凑这来了 那个大哥长得什么样子啊 就满脸落腮胡子 长得特别壮那种人 你知道吗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特别怕他看着看着 突然亲我一下 你知道吗 然后我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他只是想看云彩啊 我就想怎么避免一下 这个尴尬呢 你知道吗 我准备闭眼睛眯一会儿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 一睁眼大哥脸还在这儿 当时我就特别的紧张 我说这怎么办 他不能一路都这样吧 当时我就没有办法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亲了他一下 有天看到一个新闻 一下击中了我 一个新闻写 搜狐的张朝阳 每天只需要睡四个小时 我每天需要睡12个小时 我要睡的宝宝的 你知道四个小时 什么概念吗 我看到我的手机 我手机显示 我每天玩手机的时间 是四个半小时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张朝阳甚至可以当我的护工 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你知道 我躺在床上 我说小张啊 我一回准备玩会儿手机 你就一会儿把今天的教税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 你知道 我怕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去看医生 我说医生看看我 我说快要死了呀 天天这么累 医生号了有卖 说小伙子 你不会死 你不要紧张 你就是普通的盛亏 我说大夫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但是我是个很乐观的人 突然就想象到 想到了一个 我特别适合做的职业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做idol 觉得我这个身体条件 基本能拒约所有诱惑了 我就能想象到 改天我在大街上走 突然有一个漂亮的女粉丝 过来说哥哥 我们谈恋爱吧 我说哥哥呀 没有这个经历 我就想长大之后 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嘛 有一些选择 然后那种感觉 我想要的选择就是 小时候 我妈妈虽然每天 都给我做红烧肉啊 但都不如我自己买的 五毛钱零食箱啊 即便我知道那是 不干净的地沟油 但起码是我自己选的嘛 对吧 有一天我偷吃那个零食 被我妈发现 我妈特别生气 说你天天不吃完 就吃这个油 你知道这是什么油吗 我说自由 恭喜蒙恩获得 221年度 中市大会 第十名 我之前去一家传媒公司 然后新人入市大会的时候 他们的英文名字 都是特别的腐化 都叫什么 Stella Emily Crystal 他们那种名字 听起来就好像是 国外电影里面 男女主角旗的名字一样 而我的英文名字 叫鲍博 他们介绍完之后 我肯定不好意思说 我叫鲍博 鲍博听起来 就像是斯大拉 养的一条狗一样 然后呢 巴巴巴巴巴巴 一个介绍 马上就到我了 然后问 哎哟小伙子 你怎么称呼呀 我集中生智 James Bond 我就真的受不了 别人跟我说那些英文 是中文里面带的英文 尤其剑客户子 更是这样的 哎哟 这是我们的项目 LeaderStephanie 你们这个slogan不行啊 Rundant记得及时发给我们 我那时候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特别想 我旁边能站一个无精 然后我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 这里是中国 巴巴和领导吃饭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那个部门 甚至培训过 如何和领导 在饭局上聊天 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首先呢 要顺着领导的话说 聊一些共同话题 然后有一个方法 叫赞美请教表态法 为了方便记忆 还有一个手势操 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 领导说了一个事之后啊 你就说 哎领导 你这个事可真这个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是我 我可不行 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和领导出去吃饭 那天我们吃的是小龙虾 我就坐我领导旁边 然后领导跟我说 哎摩恩啊 我特别爱吃这个小龙虾 但我就是不爱巴 我当时一天 我说这共同话题来得太顺了吧 这天助我也 我说是啊领导 我也不爱巴 我也不爱巴呀 紧接着 手势操呼之欲出 领导 你这个爱好 可真这个 是谁把你灌成这样的呢 要是我 我都没脸说出来 然后网上还有这些人 专门过来说我 说你吐槽你女朋友 让我很不舒服 我听了 真的我很难过 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我说 我不想在段子里面提你了 因为有些人感觉到不舒服 我女朋友就问 谁呀 你前女友吗 真的不知道我干什么活 因为我觉得我家里 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干净 最后没有办法 我给自己洗了个澡 我一边洗我一边 我原来这个家 最当的东西就是你 因为我是那种 不爱收拾的人 就是我觉得 就是家就是放松的地方嘛 我越在家人面前 我才应该越乱呀 就是乱世家人嘛 就是我今天终于感受到 那种作为老选手 然后每年都要 重头再来那种 心酸和无奈了 就是不管你是谁 就哪年的大王也好 哪怕领导也好 欧际天花板也好 只要每年 这个脱口秀帝国的 真正的幕后黑手李旦 他在微博上喊一句 脱口秀大会开始了 然后我们所有人 都得跑过来 就为了逗他笑 我觉得这就是李旦 这年的找乐方式 风火系诸侯 今天更过分了 上面还做一小太子 因为我从来没有 在任何一个商场里 见到过一个男人 真挚的笑容 没有 没有一个男的 会像印小天一样 逛商场 你能逛两次海来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一定不能说 他挑的衣服不好看 因为如果我否定 他的审美的话 我的女朋友 就会对我说一种语法 这种语法叫 疑问表威胁 你觉得这样的衣服 好看吗 我觉得不太好看 你觉得这样的衣服 不好看啊 没有啊 好看的呀 那你刚说不好看 刚刚我疯了 后来我发现 其实不是所有男生 都有这样的困扰 你想要和女生 非常舒适地逛街 你只要做到一点就OK了 就是别把自己 当成男朋友 你把你当成 他的男闺蜜 真的 因为有一回 我在街上 看到一个女孩 和他男闺蜜在逛街 然后女孩 还是很正常嘛 就是哎 你觉得衣服好看吗 然后那个男的直接 哎 男客死了 你永远不要穿这样 衣服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那个女生 就乖乖地去换衣服 我觉得我掌握了 这个事情的奥义 这时候我女朋友 从十一间里出来了 她问我说 你觉得这样衣服好看吗 我说难看死了 她说滚 你永远不要出现在 在我面前了 恭喜孟川成为 2021年度 脱口秀大会 第十一名 我挺喜欢追星的 我小时候 特别喜欢 灌篮高手里的刘川峰 于是我就去跟我爸说 我说爸 我想改名叫孟川峰了 我爸说 你好短短怎么就疯了 我没追星更严重 我给她的零花钱 她都花给她家哥哥了 这就是乙哥养哥 我老问她 我说你家哥哥也挣不老手了 啥时候往家里寄点钱啊 她买了好多她家哥哥的专辑 我说 哎 没想到啊 她一个爱豆还有那么多作品呢 她说你怎么说话呢 我家哥哥好多作品 我家哥哥的颜值都是作品 我说你家哥哥的颜值 不是整容大夫的作品吗 然后我就被请出了房间 看出来了明显的哥不如哥哥 而且我妹就整天拿着她的哥哥跟我说 说看看看看 这才叫男人 你不行 过了两天会拿水说 看看看看 你家哥哥他缝了 我妹生气的说 你们男人都不行 我现在就坐在家里刷着刷着微博 我就会经常感叹 啊 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 我觉得真的好多粉丝 就是有立场没是非 我问我妹妹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某某某啊 她说因为她是我哥哥的对家 我说这还有对家呢 这是打麻将吗 那他们俩谁要胡了呀 他们追星是真动感情 哥哥PK对家输了 粉丝群群主 让每个人发自己哭了的小视频 我就看见我妹妹对着手 就哇哇的哭 我就觉得不是哥哥输了 是哥哥走了 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最难的 就是要保守这个工作 过于轻松的秘密 而且真的也没有啥存在感 好像公司知道我存在的 只有发工资的会计 我就感觉我特别像一个卧底 如果我的上线老会计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开会的时候就发呆 盯着老板的头发走神 他的头发是那种中间秃 左边覆盖右边的19分 而且后来头顶更加的破土而出 19分就变成了010分 他刚洗完头的时候就头发蓬松着 悬浮在头皮上面 特别像一家过街天桥 而且开会出饭了 头发打柳 一低头就会出现一个五仙谱 有一天我就路过老板的办公室 就看他坐在里边 可能因为太热了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掀了下来 还这样了一下 真的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第一次在同一个人的头上 一次看到了短发 光头和披肩发 上海的父母也太拼了 我楼上的小朋友四岁 每天练琴两个小时 我觉得不能说啊 就让闺女每天听两小时 他孩子当钢琴家 我闺女当乐评人 隔壁邻居的孩子才三岁 去学马术 三岁啊 上海是没有摇摇乐吗 非常非常感谢杨波 获得了第十二名 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 我的校友全来了 当年在我们那里 海王这个词 形容的还不是渣男 是我们专业年纪第一 我来校过面试 HR问我 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 我说当了四年海王 他说你真不要脸 符合我们公司文化 当年因为过度捕捞 嘉陵江渔业资源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我决定在实验室培育鱼苗 放进嘉陵江 当时我在上游放 渔民在下游捞 鱼都猛 啥意思啊 欲擒故纵啊 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 鱼都还记得 我很讨厌上班早起 有一天我骑马 怕迟到 打了个专车 上车发现 司机是我老板 他看着我 你好像要迟到了呀 我说 那就看你表现了 还是迟到了 他扣了我工资 我给了他差评 我很怕在生活中 遇到老板 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 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 我很害怕 我假装看不见 他开始玩手机 来了一条微信 别装了 我看见你了 我很尴尬 因为那天 我请了病假 他看着我 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 公主病 我妈特别爱砍架 小时候她带我出去 对方说三千 我妈说两百 不行就下一家 我说妈 要不就三千吗 咱已经走四家医院了 我快不行了 我妈说别着急 她会出来叫咱们的 我觉得上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工作的时候 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声音 杨波 你为什么不辞职 转头发现老板在我旁边 他说的 在智商里面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公司聚餐 经理说 杨波 给大家讲个笑话 不讲就是看不起我 我说 我就是看不起你 他愣住了 这笑话不错啊 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 他看着我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这叫call bike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老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 我发现并不快乐 并不快乐 我之前 教高中物理 还是高三 压力特别大 踢我都不会 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经常要和老外接触 但我英文很差 每次出去 都是老板给我翻译 后来 老板把我开了 可能他觉得 工作压力太大了 每次谈完生意 客户老外 都是过来 加我微信 然后看着我老板 鼓得照吧 我老板看着我 干得漂亮 你能干吗 她是一艘 人孤兰 人孤兰 我 我 人孤兰